我跟萨宝又搬回床车里面睡觉了 因为要做早餐的话 经常晚上要起来作业 然后客栈的人流也越来越大了 就是不太方便 有时候怕别人吵到萨宝睡觉 有时候又怕萨宝受惊了 吵到客栈所有人睡觉 所以说我们搬回床车 是最自在的感觉 两位一直心里眼里的只有你的狗狗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心里很美很幸福 虽然对于陌生人来说 有的人可能会比较讨厌这种狗狗 因为他遇到陌生人 他会比较警戒 对会叫唤 然后呢也不让陌生人靠近 也不让撸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他就是近乎于完美的陪伴权 对我百分百的忠诚 百分百的信任 百分百的依赖 百分百的陪伴 给我提供了满满的信息价值 就是这样的 我花那么多钱 那么多心思照顾的 养的小狗 为什么要给别人随便都能撸到呢 对吧 说实话的 萨宝提供给我的生活幸福感 满足感 可能比什么男朋友 家人 孩子 更多更多 所以说 我对他刚开始是有所保留的 虽然照顾他吃好喝好 床好睡好 但是呢 就是没有洗澡 身上不太干净的情况下 绝对不让他上我的床 然后呢 我吃饭喝水的东西 几乎从来不会给他用 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原则了 原则全部打破了 脏兮兮的 无所谓了 对不对 一个满眼 你只有你的小狗狗 你怎么忍心 把他扔在外面受冻呢 所以他现在越来越分不清 自己是人是狗了 就是睡也只睡床 地板跟狗窝都不睡 吃东西也是的 如果是一大块的 我不给他撕开 他就不吃 一直看着我 等着我给他撕开才吃 但是他基本一天24小时 都必须要看到我 就跟地虫一样 走哪儿跟哪儿 要是没看见我 他就会手足无措 彷徨无助 如果我要出眼门 不方便带他 然后呢 把他用绳子拴起来的话 他就会嗷嗷嗷的惨叫 然后就直接哭起来 掉眼泪 所以他现在就是我的软肋呀 说说早餐的进度吧 这边进度慢 就是因为这边干什么 都不方便 买东西超级难 这个火烧炉 20天才终于送到 火烧炉是到了 但是呢 我买的这个火烧饼 就是那个肉酱膜的千层饼 我买了一千份 过了二十天 他就给我送来不到一百份 就开什么夜 一天就卖完了呀 关系是我等了二十天 才来他这么摆来个饼 后面让我开业了之后卖啥呢 更糟糕的是 人家还是我找遍全网 唯一愿意发货到我这边来的商家 最后人家还全额退款给我了 就是都不再发我这边了 因为实在太远了 这些饼都是从内地发货的 如果从四川出发 发到拉萨的话 都已经三千公里了 三千公里再加拉萨到 神山这边一千两百公里 发过来最少十天了 但是这个饼必须要冷藏运输的 所以说 无论是因为运输费用 还是因为周期太长 担心货品的质量 在路透中出问题 所以说全网都不愿意发 这么远的地方了 就算我自愿增加运输费包装费 也没有商家愿意 我这边发货了 头疼啊 怎么办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白摊的三轮车 还必须要先搞定了 先把炉子给支上了 再说其他事情 再慢慢的一件件解决 三轮车的话 这边的话 新的就是也是太贵了 因为也是从老远运过来的嘛 所以说比类地要贵得多 最终就选择找一个二手的就行了 就是能用对吧 因为把它支起来 就是在箱里面 方圆一公里之类妞的 所以不需要买太好太好的吧 整个巴卡箱就是神山脚下 也只有这一家 卖电瓶车 三轮车 摩托车和维修的这么一家店啊 所以说最终我们东看西看 东比西比 最后把老板的这个脱水的车给拿下了 因为这辆车老板拉水可以拉一顿钟 那么它的动力各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车子拿下了也算是喜大普奔的一件事情 所以晚上我们就又炖了一大锅的羊排啊 现在我是每天都有做大餐 但是呢 因为实在太忙了 就是没办法一直拍视频啊 做视频去倒腾了 所以说只能最后拍拍成果了 其实说实话的啊 在神山这边无论是生活还是做生意 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因为这边确实一切都很原始 一切都要克服 没有那么方便便利 也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说你要先克服这些 然后适应 最后在神山常呆的都是真爱哦 我说你是最嚣张手